哈喽大家好,我是总舵主阿鹏 大酒店卖38块钱的番茄炒蛋 为什么这么好吃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做 今天我就教给大家详细的做法 按照这样的方法做出来 酸甜可口,鸡蛋嫩滑又好吃 接下来跟着我的镜头 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三个新鲜的番茄 还有几个鸡蛋 接下来我们把番茄的叶子给它掰下来 我们在挑选番茄的时候 尽量去选择比较红一点的番茄 那样的番茄比较熟 番茄的味道比较浓郁 做出来更加的好吃 接下来给每一个番茄划上十字花刀 不用划得太深的 轻轻的划破表皮就可以了 然后把处理好的番茄 给它放进一个大碗中 然后加进滚烫的开水 将它烫一下表皮 有些朋友做番茄炒蛋不喜欢去皮 但是我个人觉得去皮后的番茄炒蛋更加的好吃 用开水将它浸泡十分钟备用 将它浸泡十分钟后 把番茄取出来 用手撕去外皮 可以看得到现在的番茄皮已经和果用分离了 只要用手轻轻的一撕就能非常轻松的把外皮撕下来了 把所有的番茄全部去皮之后 然后将它一分为二切开 中间的硬心一定要给它切除掉 它不仅不容易熟 而且还影响整一道菜的口感 然后再将它改刀切成小块 在这里不要把番茄切成片 要把番茄稍微的切大块一点点 这样炒出来的番茄才叫一个好吃 番茄全部切好之后 给它装进一个大一点的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把小葱 把小葱改刀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把葱白装进碗中备用 剩下的葱叶同样的将它改刀切成葱花 把葱叶切好之后给它单独的盛放出来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大碗 然后往里面打入四个新鲜的母鸡蛋 然后往鸡蛋里面加少许的毛毛盐 增加鸡蛋的底味 再用筷子让它快速的搅拌均匀 让食盐和鸡蛋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将它搅拌均匀之后放开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 起锅下适量的食用油 把油烧至微微的冒烟 然后把鸡蛋液给它倒进来 然后用锅铲给它轻轻的推动几下 把鸡蛋炒至定型 做这一道番茄炒鸡蛋 鸡蛋块我们要炒的稍微大一点点 那样子吃起来才更加的过瘾 另外番茄炒鸡蛋的鸡蛋 要炒的稍微老一点点 那样子吃起来才会更加的香 最后炒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盛出来备用 接下来我们重新的起锅 锅中加适量的食用油进来 把油烧热之后将葱白给它放进锅中 用小火将它煸炒一下 把葱花的香味给它煸炒出来 炒出香味之后再把切好的番茄给它倒进来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大火将它进行翻炒 这过程大概是一分钟 用大火翻炒出来的番茄更加容易起砂 而且这样炒的番茄炒鸡蛋更加的香更加的好吃 把番茄翻炒一分钟之后 往里面加少许的清水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 锅中加99粒食盐 再来上少许的白糖 如果是两广地区的话 口味会略甜一点点 最后给它来上一勺的番茄酱 因为现在的番茄 番茄味没有那么足 所以来上适量的番茄酱 增加它的风味 调味过后将它翻炒均匀 将它翻炒一两分钟 把番茄的酱汁给它翻炒出来 也不用炒的太烂 像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再把炒好的鸡蛋给它倒进来 然后继续开大火继续翻炒 让鸡蛋吸收番茄的汤汁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在这里真心的感谢您了 最后给它来上少许的水淀粉 勾个薄茄 然后快速的将它翻炒均匀 让茄汁均匀的化开 最后出锅前来上少许的明油 给它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哇,闻起来真的是太香了 最后取个干净的盘子 将它出锅,装盘 就这样一道简单又家常的番茄炒鸡蛋 就制作完成了 这样做出来的番茄炒鸡蛋 酸酸甜甜的非常的开胃 非常的入味好吃 无论是用它拿来 虾米饭或者是拌面条 都是非常的不错哦 同时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都特别的爱吃 每天都就很用心的交做菜 同时分享的都是非常简单易学的家常菜 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 不然下次就找不到我了 好了,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